各位高架子男人好 我是大衛 我是Rex 大家好 傻小啊 沒有 我剛剛講 欸靠我知道講Rex還是喜豪啊 Fuck 搞多好亂 反正這不是重點 今天重點是我們今天 我們要聊的主題 很簡單 那就是 為什麼女生喜歡玩咖 而不是喜歡你 OK 我相信大家應該想了很多 很久說為什麼 大家都會喜歡玩咖 像我以前 我以前我也是一個 就是非常非常乖乖排的人 然而 我是怎麼樣讓女生 開始認為說 我好像是一個玩咖 然後讓女生開始慢慢的喜歡我 然後 真正到認識我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我是一個很好的人 所以是很好的 玩咖 很好的玩咖 忠誠的玩咖 忠誠的玩咖 所以 我們現在來請問一下大衛哥說就是 你認為 何謂玩咖 跟好的玩咖 跟壞的玩咖 我認為說這個我們必須要先釐清 什麼叫好的玩咖 什麼叫壞的玩咖 因為 我們要成為的是一個 好的玩咖 OK 首先 大家當聽到 玩咖這兩個字的時候 無論是 男生或是女生 我們的第一個反應一定是負面的 我們一定是覺得說 可能是渣男 可能 很花 甚至 進入一段正式的關係的時候 一定會不停的劈腿 OK 這是我們所謂的玩咖 然後我必須要講 他一定是分兩種 一種 是我們所謂壞的玩咖 就真的很渣的那種 進入一段關係他會不停的劈腿 不停的劈腿 你再怎麼跟他講他就是繼續劈 劈到底就對了 OK 這叫做 壞的玩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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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有好的玩咖是 他有很多的選擇權 然後在 無論是單身的時候 甚至在曖昧期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還沒有 與一個女生 一對一的交往 他沒有進入一段正式的關係之前 其實 他是有權力成為一個玩咖的 為什麼 因為 我們 男女之間其實沒有綁約嘛 沒有說我們沒有進入一段正式的關係之前 其實你沒有辦法管我 然後 其實一直是一樣的 我也沒有去管硬性 對 不錯 那 為什麼這樣子的男生會特別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 他已經證明了 一件事情 那就是 他是一個有市場的男人 嗯 其實重點就在這邊 有很多男生 剛開始 上完我們的課程了之後 他會跟我說 女生說他很想玩咖 我覺得你好像有點花 對 之類的 他們就會問我說那 到底要怎麼辦 我常常會講 一句話 我說 這是好事 大衛哥之前 就有跟我講過這句話 你之前有類似這樣子經驗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之前那時候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教會 然後 大概就在教會 快一年的時間之後 開始認識到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然後也認識得越來越深 然後到後來就開始有人直接當著我的面說 我一開始認識你的時候覺得 你好像有點討厭 你好像有點討厭 可是 當我跟你熟了之後我才發現你的人超好的 那時候我就這樣跟大衛哥講 我就問大衛哥說 這個真的是對的嗎 這真的是一件好事嗎 我覺得是好事的原因是 剛認識異性的時候他不可能 直接跟你講說 哇你感覺好像異性人很好 對 你感覺好像很多女生喜歡 我覺得 相較來講他不可能說出這樣子的話 我知道男生有可能對女生說過這樣子的話 就喔 你是不是很多人吹 這種白目 這是被一個白目的吹到 你直接把權威解給你 男生會這樣 對 女生真的都不會這樣 跟女生真的不會這樣子 他要講出這句話 的時候 他一定是用比較負面的方式來去討你 所以 他要講說 你異性緣很好他一定是用 欸 你怎麼感覺好像有點花 你怎麼感覺好像有點渣 你怎麼感覺好像有點花心 你怎麼感覺好像是玩咖 他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稍微有一點點貶低你 這樣子他才不會把所有的權威全部都給你 然後更何況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女生其實 我覺得蠻真誠的 我要怎麼講呢 就是 他們不喜歡這麼的假掰 所以剛認識 你的時候 他不太會給你太多的稱讚 真的 這是真的 當然你可以在對話的過程當中 你透過很多高價值男人方面的展現 我們所謂的DHE展現 之後 他慢慢的 我們講說升溫程度到 一定的程度的之後他會開始做稱讚的動作 然而這是 我已經有很多DHE方面的展現了之後 會有發生的事情 嗯哼 在那個之前 他會很少給你這樣子的稱讚 了解 那我們現在先把 議題先拉回來 OK 很容易飄到一個 不知道哪裡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圍繞在好的玩咖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所講的主題就是 以好的玩咖為主 不是 我們在講的不是壞的玩咖 那我們所謂的 玩咖跟 一般人的差別 一般好男人的 很好男人的差別 你認為是在哪裡 我覺得好的玩咖 他有一個特質 就是他會打開他的選擇權 那在我們在這個頻道 我們有不停的在強調這件事情 我說 我的清場師傅他第一件跟我講的事情是什麼 他說你首先 第一點 就是要打開你的選擇權 我覺得這相較來講 這麼重要的原因就在這邊 我們之前在直播我們有討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 讓你喜歡的女生喜歡上你之前 你要讓你不喜歡的女生喜歡上你 這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必須要證明我是一個有市場的男人 那玩咖 他 在單身的時候 他的頭腦不會這麼的死 我們常常講說好男人 乖的男人 他們怎麼樣 他們 一看到一個女生 對他 釋出一點點好感了以後 他就覺得 這是命中注定了 我一定要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太快了吧 對 然而你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對待情場 去對待你喜歡的女生的話 女生會覺得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 好像有一點太快了 那你有其他的女生喜歡上你嗎 因為如果你沒有的話 我需要考慮一下到底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他們的想法其實就是如此 嗯 你不打開你的選擇圈 他的 他的危險就是在這邊 我寧願 女生覺得我是玩咖 我也不要讓他覺得我只是一個乖乖的好男人 OK 你們 必須要打破一個默論就是 忠誠這件事情 對於 女生 剛開始 認識的女生來講 其實並不是這麼重要 不是叫你不要忠誠 不要搞到最後 就喔喔 大家又說 你看 Gentlemen 你看 你看這個頻道 我就跟你說 忠誠是Bullshit 對忠誠是Bullshit 不是 忠誠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而我必須要講 是交往之後 非常的重要 在交往之前 那不是重點 在交往之前你必須要證實 你是一個有市場的男人 你是一個有趣的男人 你是懂得炒氣氛的男人 你是一個有領導力的男人 這些你都必須要證明 是 忠誠對於女人來說 我覺得相較來講 可能是排行第11名第12名 就首先你要吸引對方 對方才 才會在乎忠誠這一塊嘛對不對 對 你不要搞到你連 吸引對方你都沒有吸引到 然後一直跟對方講說 我很忠誠 你用很多種方式去證實 你是一個很忠誠的人 這就是一個好男人 工具人會做出來的事情嗎 你想 當他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需要 你的幫忙的時候 你很忠誠嗎 你會立刻到嗎 可是玩咖他媽的 連約會又約會不完了 他自己的事情都已經處理不完了 我還可以隨時隨刻 隨口隨道 對啊 隨口隨道 隨口隨道 怎麼可能嘛 這就是差別 有很多女人想要得到 這個玩咖的肯定 所以當 你喜歡的女生 他得到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訊在去爭取這樣子的認同感 他有點像是個比賽 那接下來他就會投資越多的時間 越多的心血 越多的簡訊 在你身上 因為他覺得 你是一個有價值的男生 當然我們現在我們是用玩咖這個詞 我們來去歸類有市場的男人 那我沒有那麼喜歡用這兩個字的原因是因為 大部分人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都會 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不過 以這個影片來說 我們先用 讓大家理解一下說 即使女生說 你怎麼有點像 玩咖 你好像有點花 其實 剛開始沒有關係不用慌 不用 因為這句話然後就去特別去證實說 我是一個很忠誠的人 好嗎 OK 就是 那個不是重點 特別是剛開始 我們剛已經把 玩咖跟 跟一般男生的整個的差別 差異化 我們都已經形容出來 也已經討論出來了 那我現在想要問一下說就是 為什麼很多的 玩咖 會吸引到比較年輕的女生 其實我們發現我們身邊有蠻多的年輕的女生都會 喜歡上玩咖 那年紀稍長的呢 你覺得 比較成熟的女生 那他們一樣也會是喜歡玩咖嗎 我其實覺得 年齡 年輕 到老的其實都是 都是喜歡玩咖 因為 就好玩嘛 FUN 當然 我必須講 今天如果你年齡比較大了 你再找結問對象 自然而來你會去找一個比較穩定的男生 穩定 對 必須 那像 我有老婆 他有一些朋友他到最後 他選擇的是誰 他選擇是 那比較忠誠 比較穩定的男生 所以 類似這樣子的男生他還是有機會的 當然那個婚姻長什麼樣子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需要在之後再來討論 對嘛 這我們之後再討論 今天 我們是一個 男人自我提升的頻道 所以我當然 希望 在看這個頻道 還有在看這支影片 所有的男生 都是如此 你們要成為一個有趣的男人 所以 你們在個性方面 一定要有一些玩咖的元素 這包含 你們在一個社交場合 特別是你們在單身的時候 跟 所有人的 的人互動 不要 一直把你的專注力放在 單一的女生身上 然後一直 想說我到底要怎麼過去跟他互動 我要怎麼過去跟他互動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 你等於是在 局限了自己 那 無論是年輕的女生 或是老的女生 他都不會想要跟你互動 因為你沒有 建立一個我們最基本的 Social proof 社交認證 今天如果你只是一個單純的好男人 你沒有我們所謂玩卡特質 沒有任何領導力的特質 沒有任何社交特質的話 或是能力 那你可能運氣很好 剛好這個女生在找的 其實就是 一個很忠誠 很無聊 最好越無聊越好的 一個單身 這樣就不會亂跑了 這樣就不會亂跑了 跟你們結婚之後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而且搞不好這個女生也不是 你的首選 這其實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講的 玩卡特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就在單身的時候他有很多的選擇 所以通常 他的女朋友都是他自己選的 他不是被選擇者 他是選擇者 對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他不用應用追的嘛 因為他有很多的選擇 他自然而然就會吸引很多女生在他旁邊 然後到最後只要做一個 很簡單的選擇就好 你沒有具備那樣的能力 你沒有具備這樣子的社交能力 你理所 當然的 你沒有選擇權 無論是在清場或清場 沒有選擇權的狀況 那你就是 你只能被選 只能被選擇 只能被選擇 大衛哥剛剛有講到說 在一個社交的場合 我們不能只針對一個女生 如果你喜歡這個女生 你不能只針對他 對 這樣第一個你的需求感會很強 第二個會讓你看起來 很單薄 很單薄 很單薄的意思是說 你在一個社交場合你沒有辦法去handle住全場 好我講一個比較實在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我們所謂 玩咖跟單純的好男人差別 你知道他的差別在哪裡嗎 其實就是個字 社交能力 對 OK 真的就是社交能力 如果你在跟異性在溝通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調情 有很多的火花 甚至你在說話的時候 會讓人家覺得 欸 你真的有讓我感動到 你真的讓我驚醒到 就是我們在講的情緒方面的波動的話 這時候女生就覺得 你是不是 正常來說 跟所有女生說話都是這樣 所以他才會覺得 你是不是 有點花心 你是不是玩卡等等 當然你在後面 你可以去證實你不是 他的好處就在這邊 他在通腦裡面當然會有一個問號 因為你社交能力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只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你在 後端如果去證實 你其實不是這樣子的人 甚至你在解釋一部電影 你在解釋 一本書 甚至在 解釋 你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透過一些高價值男人方面的展現 你認真的跟他解釋 你讓他看到 你的那一面的時候 對方就會對你 對你寬目相看 他就會發現說 你不但會玩 你有你認真的那一面 你可以散發出一種忠誠度 這就是女人想要的 這兩個結合起來 合一 那就是你的本性 對 所以同時你也可以是好玩咖 你也可以同時是一個好男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反差的概念 就是你會讓女生高潮跌起 其實真的是真的是這樣 像我以前 我就是一個真的是 百分之百的忠誠 超級好男人 其實看我的臉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看我的臉有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可是你們現在跟我相處的時候會覺得我很機車 有挑戰性 有挑戰性 對 我覺得是有挑戰性 好 那 其實我這段過程我走了多久 我大概走了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是怎麼去 轉變的 其實這個要 必須講這要歸功於大衛哥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社會歷練的問題了 社會歷練他只在於說我們在一般的社交場合跟生意場合上有用 可是那我們要如何從一個 好男人 變成一個壞男人 那就真的必須要有一個 導師在帶領 然後我之前 大衛哥是怎麼帶領我的 我相信大衛哥這邊可以教各位 幾個心態一面讓 原本是一個好好 好先生的或是好男人的人 開始慢慢 發現他的玩咖的那一面然後 然而 在從這個時候開始下去執行 有什麼樣的方法 我覺得第一個就 不要太認同女人 我覺得這就是第一點 那不管 對 因為 我知道你過去覺得我需要透過稱讚女人 透過認同女人才要幫她去得到 女人的喜好 對 然後這是相反的 一段對話必須要有 情緒方面的起伏 特別是 異性以及異性之間的話 我覺得 他要起伏他就一定要有調情 一定要有調情 那調情的一部分就我們所謂的推拉 吐槽女生是一定 必要的 這我們常常在講 如果你 發現說 這段對話 非常非常的平的話 試著吐槽一下女生 那我們所謂吐槽女生是什麼 首先不要 吐槽她的穿著 這個非常非常的白目 這個大忌 OK 然後 不要做任何 人身攻擊 當然我們是在 透過聊天的內容當中 如果 對方有一些表領不一 或是他說出來的話 你有點不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的話 這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吐槽一下 例如如果對方跟我講 一個表領不一的話 我會說 你剛 你剛不是這樣子說的喔 好好說話喔 或者是 女生如果 說出一個稍微有點冒犯到你的話 例如他說 你這個外套 看起來 就 還好吧 你說什麼叫還好 什麼意思 你講清楚喔 OK 類似這樣子的吐槽可以讓 對話變得有趣許多 甚至 如果你問對方一個問題 然後他給你一個很女生的答案 例如你問對方說 那你的夢想是什麼 那 這時候很多女生會給什麼樣的答案 我們 大概 你問五個女生會有四個跟你講什麼 環遊世界 Exactly 環遊世界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 有一個 有一個要環遊世界的 你們一起搭一個飛機一起去環遊世界好不好 有團購架 OK 這時候 這種女生就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 你 竟然會有一個人 敢吐他 大部分的 男生當他聽到環遊世界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他會說 那還不錯啊 那你會想要去什麼 想要去什麼國家 你想要去哪裡玩 日本也不錯啊 澳洲 還是美國 Oh my god 好無聊 這段對話立刻變得很無聊 加進一點點吐槽 其實可以讓這段對話 變得有趣許多 對 所以我覺得 一切 呃 要看一下 你們的對話 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 這段對話最好 越有趣越好 所以 這時候你的笑容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我們在講的是 你在社交的時候 那種舒適的程度 你有辦法達到 哪一個分數 如果你有辦法在跟異性對話當中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放鬆 例如 一個這樣子的肢體園 保持一個高價值男人肢體園 看起來很放鬆 然後 一直帶著微笑 女生其實會覺得 欸 其實 你是懂得社交的 你是一個有 Sense 的男人 要讓女生舒服最快的方式就是你自己不要 製造緊張 對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 就是那種舒適的環境必須要由你來創 對 事實如此 很多好男人他創出來的那種 那種氣氛就是那種很尷尬的氣氛 就有點不知道要說什麼啊 然後就有點尷尬 要笑不笑啊 其實這些 元素都會造成 尷尬的情境 所以我們這一集 我們大概就到這邊 然後希望各位 透過這支影片學到了許多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你幫我按個贊 並且留言 我是GX 我願意打開選擇圈 我是GX 我願意打開選擇圈 記得 我們每周日我們都有一個實體的講座 我周日 非常非常鼓勵各位 來這邊交朋友 除此之外 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高價值男人 就在這周日 好啦 好 先這樣子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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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位有魅力的高價值男人 歡迎你參加我們舉辦的 GX高價值男人實體講座 我們討論各種男人有興趣的議題 聊天技巧 網聊技巧 舞台魅力 談判技巧等等 現場的興奮肯定超越你的想像 有興趣的GX們點以上或以下的連結報名就行了 很期待當場看到你